这里是一个饭店 叫钓鱼台 不是一个饭店 是钓鱼台酒的一个展厅 钓鱼台酒的一个展厅 在雄安新群众的一个展厅 雄安东方雨红 建筑科技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面是重庆通讯建设有限公司 石家庄企业服务中心 这还有房子要出租 精华日钢 崇德大药坊 本地的一个药坊 像这样的住房建设项目都已经停工了 就都不让盖了 4月1号宣布 雪原新群成立的时候 就全部都停掉了 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 河北熊安分号 工行 河北休安分好 你看到这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河北休安分公司 这里看着像一个行政单位 这就是奥维大厦了 这是奥维大厦 就是 全新区宣布成立以来 学院管委会呢 当时就临时在这办公了 奥维大厦 奥维国际大酒店 现在管委会已经搬到新建成的雄安服务中心里面了 我看到这么多雄安大友邦 湖北长江电器炼家 我们看到练家也来雄安了 以前这样的县城是不可能有练家的 中南建设 神州长城 这个地方是几个和建筑相关的企业 没想到我走这么快 以过劳为大厦 这条路就快走完了 这是 荣城新建成的一个商场 我印象中 荣城一共有两个商场 一个特别老的 另外就是这个 你像过马路的时候 荣城这边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 所以刚才我没有这个闯红灯 它这些人行道 是没有红绿灯的 我们过了商场 再往西走一点点 我们就开始往回走 这个商场叫 惠友购物广场 应该是保定惠友超市 在荣城建成的 今天逛街的人非常多 这三个县城 如果你来了之后 除了打地以外 这种小三轮车 一个人三个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县城以内 一万几块钱 就可以随便坐 远一点的地方 可能要到十块钱以上 辅路上挤得满满的 走不动 我来马路上走一段 会有购物广场 这个商场还是挺大的 我之前逛过几次 是不错的 好 好 下午下午肯德基 来熊安新区如果打算逛街什么的 实际上三个县城 属荣城和熊县商场 都偏多一点 熊安新区周边城市经济最好的 要属任秋市 小麦这种炸串的 还有鸡蛋罐饼 这还有糖葫芦 这个地方是类似于一条金街 在商场周边 但是这条街一直就没火起来 很多门市还是在带出租的状态 这个小三楼车非常多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座大楼 这个应该是荣城县县政府 县政府大楼 为人民服务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争取走到浩卫路的最西头 我们就开始走另一侧 优优民物 山蛙 这里有一个小公园吧 有一些健身器材 我看到这个石头上写的是新荣文化广场 县城内的一个小公园 这有卖风筝的 春天马上就来了 华北地区春天的风 特别适合放风筝 然后华北地区又是一马平川 平原面积非常非常大 你开车出去几百公里都是平的 除了宝定西边的太阳山以外 其他地方都特别特别平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 然后学到这个我国的地形的时候 有盆地啊有高原啊有平原啊 我当时就在想 写的真对啊 华北平原真的好评 特别特别平 简直一点坡度都没有 那时候去南方 看到那些山山水水的 有的时候也挺羡慕的啊 中国联通河北雄安新区分公司 各有各的好吧 可能有山有水的地方 风景特别好啊 然后这个周围的景色啊 它有特别有层次 但是平原地区呢 出行非常方便 路网呢建设的也很相当不错 因为毕竟是在北京周边 再加上平原 搞起建设来非常方便 简单 我个人觉得咱们国家这些年 基础建设发展非常快 让很多外国人都羡慕 不管是南方北方还是东部西部 这种基础建设 包括这种公路啊 铁路啊 都建设的越来越好 包括村村通公路工程 真的是汇集了很多百姓 这边是河北市的 北市建 我们马上就要转到北市 出了这个县城了 再往西走就快出县城了 我看到这里有一辆膜拜 我把它扫开 骑着它走快一点 好吧 我先暂停一下 我把这膜拜扫开